~~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快乐 这个东西来讲 快乐这种东西 一般来说它是会传染给别人的 同样的 你也会被传染 这个是笔节的一种特质 所以当你假如真的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 你去看一些有趣的一些影片 例如游戏影片 或者是喜剧的影片 在这一种人工 就是说他在里面 有很多人在嬉笑 打闹 很有趣的行为 或者是这一个影片里面 他是一个喜剧 能够让你发笑 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不知不觉中 就会怎样 被感染 你会跟着笑起来 这样子你的情绪也会逐渐逐渐的好转 所以说可以去善用笔节 笔节他具有影响的力量 那就是用外部快乐的东西来影响你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